佛教慈祭基金会所办理的这场心灵饗宴茶序 除了邀请音乐演奏团队到场表演外 也请到两位讲师来分享人生经历与健康讲座 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活动内容 带给民众身心灵有不一样的体悟 那今天的讲师有两位 一个是我们慈祭大陵医院的副院长 我们的简瑞藤简副院长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骨科医师 所以他有很多个案 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看的 那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 我们的演员 他的艺名叫邱乃华 本名就是叫林乃华 那他就是分享他的人生 我们可以好好的聆听这两场演讲 这场活动选在竹山竞事堂举办 佛教慈祭基金会也希望让民众了解 竞事堂是属于民众的活动场所 欢迎民众多多到此来参与活动 其实在慈祭每一个分支机构 或者联络处或者是竞事堂 我们都没有竞事经社的师傅来常住 因为所有的竞事堂 所有的分支机构 所有的联络处都属于社区大众的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社区大众来这边参与各种活动 佛教慈祭基金会长期热衷社会公益 帮助了许多民众 对此县议员许素霞也表示感谢 而这场活动办理的相当成功 许议员也希望县府单位能够多多效法 来办理类似的活动 不管说对于一些比较弱势传体的这些关心 还是一些社会救济等等 我们的基金会都做到说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非常的务实 尤其是很实际的照顾我们这些在立的这些乡亲们 那今天是愉快感动这件事 那现在今天的一个活动 真的也让我们祖山地区 陆古地区很多的这些师兄世界 这些乡亲们来参加今天的一个活动 那时候还蛮呼吁我们的南土县政府 可以多多来举办类似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忙 但是有一个时间让大家静下来 然后大家彼此来做一个分享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议长何正峰肯定佛教直济基金会 办理活动的用心 也期盼透过活动带给民众不同的体验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竹山采访报道